現在就開始教大家怎樣去翻拍一張底片 轉了它做到Digi圖上了 好 現在我們就塞一條片 由通過那個除塵的位置 塞一條片進去 跟著就進去菲林格那裡了 好 慢慢塞進去 接著先開燈 燈那裡就有得選擇的 有得選擇它那個White Balance是多少的 有Negative、Band White和Slide 好 我們慢慢塞一條片進去 先拍一下第一張 都是要用手動的 去到第二張的時候 就開始可以塞到那個卷輪那裡了 慢慢捲到它 對 捲到條片尾那裡 就可以捲 慢慢用那個卷輪可以捲到進去的了 好 現在就可以用那個卷輪 慢慢這樣捲條片 你可以逐張逐張這樣去拍的了 大家可以見到其實都很順暢的 捲得都 對 這樣做完一張又一張這樣去做 這樣可以逐張逐張這樣去拍的了 現在就開始教大家怎樣去翻拍一張底片 轉了它做去一張Digital相片了 這一部就是一部Z72 加上一支1052.8的Marco自動對焦鏡來的 我們用回自動對焦吧 因為我真的想簡單一點 告訴大家怎樣可以去翻拍 如果用手動我們要慢慢調的了 好 其實這部Z72的好處就是因為 像素大 有4700萬像素 拍出來我相信效果都會不錯的 現在我就是用回一個Menu 即是用回手動曝光模式的 光圈去到10 為什麼用這麼低光圈去做拍攝呢 就是因為我想小一點光圈 利用小光圈去補償景深 因為那張Phylm未必一定是整張平的 我們不是用玻璃壓著它去拍照 所以希望細光圈的時候 可以獲得更大銳利度的照片 還有現在ISO我就調到100 希望這個Lois越細越好 其實這兩個組合之後 得出了Spy門是非常之慢的 只有四十分之一秒 如果我這樣按部機去拍照的時候 那部機都會震 那是不是會影響到那個拍攝質量呢 所以呢 我就用回Nikon的Apps 來連接那部機 去做一個拍攝的 好 現在就是自動對焦了 你一按一按 其實綠色光圈出了 即是對進了焦的了 那我就算輕輕碰到相機 它都會在那裡震 所以我們就不可以 直接按相機的設定去拍照的了 那我就用回Menu OK 就連接那個裝置 對啦 用Wi-Fi 連接手機 OK 好 Wi-Fi 建立Wi-Fi 先看見 建立Wi-Fi連接 沒錯 對啦 那開了它那個Wi-Fi 那我就在手機那裡 找回Nikon的Wi-Fi OK 一找就找到的了 好 現在連接了相機的了 那我開回Apps出來 對啦 那有個拍攝相片模式 對啦 好 那在手機那裡 都已經看到這張相片的了 那我就直接在那個 手機那裡 按一按 好 拍攝第一張了 那我就過片了喔 那你會見到呢 我一路卷片呢 那手機呢 都會一路見到的了 那個位置是 第二張相片了喔 那我又按一按它 拍攝第二張 對啦 按第三張相片了 那一路過片一路見到的 那你 那你 那樣東西呢 就是非觸色的 不用接觸到相機呢 都可以拍到一張相片的了 那所有的 手震啊那些東西呢 都不會影響到的了 OK 再拍多一張吧 OK 就是這麼簡單的 好 現在你就看回 我出去scan 還有呢 我做翻拍的 那個分別呢 是怎樣的 那我 都是拿兩張相片出來 去講一講啦 好 第一張呢 就是呢 比較一下這個先 好 OK 左手 等一下先 我要選這張 給大家看一下先 OK 好 行 好 左手邊這一張呢 就是一張出去做scan的 右手邊這一張呢 就是我自己做翻拍的 那其實呢 只是看那個顏色呢 都知道是有不同的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翻拍和去做scan呢 那我覺得做翻拍呢 自己做翻拍呢 可以控制到那個顏色出來 可以做自己 調教到自己喜歡的顏色出來 那我們放大張相片看看啦 好 兩邊都放大100%啦 那你會見到呢 左手邊這一張呢 做scan呢 是很萌的 而我右手邊呢 一張呢 是我自己做翻拍的 那呢 那個scan就非常之高的 那其實呢 我剛剛拿到這張相片回來的時候呢 我覺得 咦 會不會是 我自己拍得差呢 這支鏡有問題 對不到焦呢 那原來呢 是不是的 是因為呢 做scan的時候 可能它那個 質量 不是控制得那麼好 那所以呢 令到呢 他去做scan的時候 有這個問題出現 那我自己可以再做翻拍的時候呢 發現呢 這張相片呢 原來是很sharp的 喔 所有的細節呢 所有的細節呢 都會是看到的 你看看這件衣服的質感啦 啊 後面那個 會展中心那個 背景呢 你都會看到呢 我去做翻拍的時候呢 很清清楚楚見到的 但是做scan的時候呢 就見不到啦 那不是說他做scan 做得不好啊 我是覺得呢 是個人的問題 他沒有去細心去看那樣東西 或者他操控的時候呢 是有問題出現啦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都是喜歡做自己去做翻拍啦 好啦 我們就看第二張啦 好 讓我看看先 OK 好了 這一張呢 我們看回 啊 都是啦 左手邊一張呢 就是做scan的 右手邊這一張呢 我是做翻拍的 那其實呢 做scan出來啦 還有做翻拍的那個 效果呢 那這一張呢 就真是sharp的啦 那其實做出來的效果 都非常之接近的 就是我翻拍和scan的效果 非常之接近的 那 其實玩開Phylm的人呢 都會知道的啦 如果自己去做scan呢 那個效果呢 是真的最好的 因為始終呢 你去找部scan那回來啦 那 那 將塊底片呢 就壓住它啦 去慢慢做掃瞄呢 那個效果是會漂亮 去做 那個效果是會漂亮 去做翻拍的 那但是呢 那 scan有個幣數呢 就是呢 第一 它那個時間 要用很長時間才可以做到啦 那第二呢 你現在買的scan那 來高級一點的 firm scanner 那 那 我們以前用的那些 nicon 900 這些啊 現在買到回來 但是呢 那個software呢 亦都不support的 一定要用回window啦 那但是呢 我們做翻拍呢 那個時間呢 已經省了很多了 那你剛才見到我啦 都是按個按鈕啦 這樣就做到的了 那但是呢 出來的效果呢 大家呢 其實真的差不多 你會見到呢 那個效果呢 是非常之好的 我做翻拍呢 其實呢 都不會說看得出 有些什麼 效果是會差過 我用這個scan那 去做scan的 那你會見到那些紙呢 其實都很sharp的 非常之靚 你會見到呢 左手邊這個呢 做scan 那些紙呢 真的會sharp一點點 右手邊呢 我做翻拍呢 是會sharp一點點的而已 不會相差很遠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覺得是做翻拍呢 一來 時間可以很快啦 那第二呢 就是可以自己 控制那個 顏色和質量出來啦 好了 這裡呢 大家都會看到那個 翻拍和出去做scan 那個 不同的那個 效果啦 那如果呢 大家呢 有什麼問題呢 關於這個 翻拍器的話呢 那可以呢 就問回我啦 在下面留言啦 那樣子啦 還有呢 我都會呢 開班呢 教大家呢 怎樣去用這個翻拍器的啦 因為呢 很多細節上面的東西呢 我都是沒有說的 那慢慢去調教啦 怎樣去做回水平位啦 那些呢 亦都是會呢 開個小小的workshop 去教大家的 那麼 留意回我們M&K Camberra 那個Facebook啦 那我遲些就會公佈的啦 好啦 多謝大家收看啦 拜拜 City City 我們 我們 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